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三个重大话题 首先 北京科学家团队创造了全球首个完全基于光的AI训练系统 这是光学计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其次 中国政府列出台湾独立支持者名单 呼吁民众检举 这是对台湾立场的一次强硬表态 最后 我们纪念伟大的科学家李正道 他为中国科学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事件无不挑战我们对科技 政治和历史的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近日报道 北京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拔的头筹 成功开发了第一颗完全基于光学的人工智能 AI芯片 这颗名为太极二的芯片 由清华大学的方禄教授和戴琼海教授共同领导的团队研制完成 这一图破性的研究成果于周三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这标志着他们早期版本的太极芯片的一次重大升级 早在4月份 研究团队曾表示 太极芯片的能效已超过NVIDIA的H100GPU1000倍以上 然而 这些早期的太极芯片仍需要电子计算机的辅助 而太极二则完全基于光进行建模和训练 进一步提升了效率和性能 方禄和他的团队在论文中指出 这次升级代表了光学计算的一个关键步骤 能够让这项技术从理论阶段推向大规模实验应用 更好的满足日益增长的低能耗计算需求 这也有可能在美国限制中国获取最强大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芯片进行AI训练之后 提供一个替代方案 根据研究的数据 太极二在多种场景中的性能优于其前身 它将拥有数百万参数的光学网络训练速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并将分类任务的准确性提高了40% 在复杂场景成像领域 太极二在低光环境中的能效提高了6个数量级 方禄教授表示 传统的光学AI方法通常涉及在电子计算机上 设计光子架构上模拟电子人工神经网络 但由于系统的不完美和光波传播的复杂性 精确建模一般光学系统是不可能的 离线模型和实际系统之间总会存在不匹配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 团队开发了一种方法 将计算密集型的训练过程 直接在光学芯片上进行 这样大部分机器学习可以并行进行 他们称这种方法为完全前向模式 FFM学习 这种架构实现了高精度训练 并支持大规模网络训练 研究的主要作者博士生薛志伟强调 FFM学习利用了商业上可用的 高速光学调制器和探测器 在加速学习方面可能比GPU做得更好 方路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的研究展望了一个未来 这些芯片将成为AI模型构建的光学计算能力的基础 与此同时 卫报报导了中国政府的最新举措 呼吁民众检举顽固分裂分子 并提供他们的犯罪活动信息 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公安部本周推出了新网页 列出了10名现任和前任台湾官员 这些人被称为顽固的分裂分子 这个网站显著展示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并敦促人们报告名单上人员的线索和罪行 以及新的犯下严重罪行的台独顽固分子 中国共产党中共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并誓言必要时将以武力吞并这一领土 台湾的民主选举政府和越来越多的民众 拒绝接受中国的统治 双方都在为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这10个名字包括台湾副总统萧美琴 前外交部长现任国安会秘书长吴昭谢 吴昭谢的副首林非凡 以及执政的民进党的高级官员 这些人早在2021年和2022年就已经被公布 新网站和举报热线是北京对台湾 及其坚持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人的 更广泛升级行动的一部分 官方媒体表示 这些页面还包括法律文件和政府声明 展示了此类行动的法律基础 中国鹰派媒体《环球时报》表示 公布这10个名字既是威慑 也是明确表明形式司法措施 针对的是少数从事或煽动分裂活动的顽固分子 而不是针对大多数台湾同胞 今年6月 中共表示 独立运动的首要分子将根据中国法律面临死刑 据国家媒体报道 中共为中国法院、检察官和公共及国家安全机构发布了新指南 要求依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和煽动分裂罪行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中国公安部官员孙平在北京对记者表示 法律行动的利剑将永远高悬 台湾领导人拒绝了北京的主张 认为其法律对台湾没有管辖权 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律系统、货币和军队 台湾的陆委会当时表示 政府呼吁我国人民安心 不要被中国共产党威胁或恐吓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不禁想起了冷战时期的间谍活动和政治迫害 当时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曾达到顶峰 双方都在各自的领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情报收集和反情报行动 如今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对峙似乎也在走向类似的道路 这不仅影响到两岸关系 也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了挑战 在科学界 李正道的名字无疑是耀眼的 他在本月已97岁高龄辞世 但他的影响力将永远流传 据南华早报评论 李正道因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与另一位华裔美国科学家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 在中国 李正道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对科学教育的推动 以及促进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合作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 李正道一生不懈努力 致力于弥合两国之间的鸿沟 这应该成为双方如何互相丰富而非削弱的光辉典范 李正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向邓小平建议 中国大学需要开设博士后 研究以培养国内最优秀年轻研究人才 他推动了一系列计划 帮助有潜力的科学人才前往美国学习 这些初步建议为中国最终成为今天的科学强国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认为李正道非常重要 以至于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几个月内 他特地抽出时间会见了李正道 李正道在帮助建立中国首个与美国的国际学生交流计划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回国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 和私营部门的科技企业家 李正道帮助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成为中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国首个高能加速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击于1988年启动 这是李正道倡导的几个大型项目之一 最近 他促成了一项多国实验 研究位于深圳的大雅湾核电站的中维子 该核电站是香港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 这项实验从2003年持续到2020年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李正道利用他无与伦比的学术声望 来推动中国的科学发展 以及与美国的合作与协作 双方需要重新发现李正道的慷慨精神 不仅是为了和平共处 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 更安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是中国团队创造的 全球首个完全基于光的AI训练系统 也就是太极二芯片 我要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 据研究结果 太极二的能效 已经超过了NVIDIA的 H100 GPU 1000倍以上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 这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 有根有据的研究 这不仅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低能耗计算需求 还能在美国限制中国获取最强大的GPU芯片后 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替代方案 楚天书 你这么说是不是太乐观了点 光学AI芯片虽然听起来很厉害 但你又知道光学计算的复杂性多大吗 就如方璐教授所说 由于系统的不完美和光波传播的复杂性 精确建模是不可能的 这就像你拿着一堆玻璃片去做手术 你能保证切得又快又准吗 光学AI的潜力再大 现阶段也只是理论上的 谢琪琪 这你就错了 别忘了 当初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 人们也觉得不可能 但结果呢 太极二已经实现了完全基于光 进行建模和训练 这可不是空谈 他将拥有数百万参数的光学网络训练速度 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并将分类任务的准确性提高了40% 这些都是真实数据 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光学AI的可行性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是有点像小朋友在吹牛皮 爱迪生是爱迪生 但你能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所有科技吗 另一个问题是 这些数据究竟是怎么收集的 是否经过了独立第三方验证 再说了 光学AI芯片的成本高 而且维护难度大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就像你买了一台跑车 结果油耗惊人 维修费用高的下人 你能说这台跑车实际上很便宜吗 奇奇啊 难道你真的认为光学AI是一个空中楼阁吗 别忘了 这可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 这种水平的研究不可能是随便搞搞的 况且 太极二不仅在性能上大大提升 而且在低光环境中的能效提高了六个数量级 至于成本问题 任何新技术在初期都有高成本 但随着技术成熟和规模化生产 成本自然会下降 当初电脑刚出来的时候 一个村的地都卖了也买不起 现在呢 家家户户都有 好吧 楚天书 你说的头头是道 但现实往往比理论残酷的多 太极二是很厉害 但它真的能取代现有的电子计算机吗 光学AI芯片的技术门槛高 应用场景也有限 就像你说的 当初电脑刚出来的时候的确很贵 问题是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可不是活在科幻小说里 这些技术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应用来验证 所以先别急着把它当成救世主 未来悬长着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别忘得到驰itude 炫什么